我是邱俊杰医师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学会总会的会长 今天我很高兴就要跟大家宣布说 我们从9月14号到9月19号 整整将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有我们的年会还有我们的旅游 14号开始下午是我们有Art的展览 而且是总会会员的报道 15号早上开始就有一些 Medical Mission的那个检说 还有一些Commercial的演讲 那下午的时间从一点半开始到五点半 就我们的Continue Medical Education 就是我们的Medical的再教育的学分 而且这个再教育的学分是非常适合一般民众来听的 因为我们有谈到糖尿病 我们有谈到高血压 有谈到我们肾脏要怎么保养 而且我们有谈到我们的那个黄斑症 现在大家都非常注意到黄斑症的资料 晚上六点半开始有我们开始的每年一度的年会 这个年会今年特别请到的嘉宾是张亚文小姐 她是一个从小就奋斗长大非常有名的歌星 而且她的慈善她的义举令我们大家感动 所以说我们特别来请她来帮我们来办这场议诊的 那个议诊的那个善举 而且我们今年是有特别的Fund Racing 所以也请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 所以说在此谢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的照顾 我们非常感谢 而且今年的议诊 我们已经做了两个 而且在年底我们还要到巴拉圭再做一次的议诊 我们每次的议诊花费都很多 不过我们大家都自动自愿的 而且得到社会人数 社会人士很大的照顾 我们感谢大家谢谢 能不能讲一下这次是总会 特别的是总会 它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以前都是南加州分会而已 我们今年刚好我是总会的会长 所以说因为我在南加州 所以说就跟南加州分会的会长一起合办 这样子来讲是对大家都比较方便 如果总会再另外办的话 大家又劳烦大家老是动众的 我想就这样就比较不方便 那么总会会有多少人来啊等等这类的介绍 总会都会有外州来的 有将近四五十个人会来 而且对我们南加州的 而且南加州也有以前都担任过总会会长 他们也都会来 那个会长介绍一下 那今年已经去了哪两个地方的议诊 今年已经第一个在二月的时候 我们去柬埔赛 而且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到了宏都老师 柬埔赛这个是由 那个陈玉明 那个医师带领 四月的话是由徐中邦 医师带领 而且徐中邦就是带领 有将近七十六位去做议诊 是历南来最庞大的一次 在十二月份呢 由省 那个我们的那个执行长 陈冠英医师 跟沈玉明医师 他们要帅团 我也要一起去 差不多有四十六位 医生我们要去登面做医诊 在巴拉圭 几月几号 是十二月 十四到二十三 十月十四到二十三 各位媒体先进 今天很高兴呢 这个也谢谢大家能够出席这场记者招来会 那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 今年的总会 跟这个南加多分会呢 将在这个九月十四号 到更十五号两天 举办我们的这个年会 还有这个continual education 那同时呢 也为了纪念我们做国际医疗议诊呢 十五周年 我们今年呢 又特地的办了一个 这个慈善的演唱会 那也希望呢 南加洲的桥界能够一起来共襄胜举 那首先呢 我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我们的今年 现在的这个2018跟2019呢 那个医师会总会的会长 邱俊晶医师 各位医师同仁大家好 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 我知道你们今天还有 还有三个 还要去做记者招待会 非常感谢你们的来临 谢谢你们的指导 我们这次 2018 9月15号开始 有我们的年会 其实我们14号 就有开始 给外周的人来登记我们 总会的这项event 从14号开始 我们有art的展览 这个art的展览是非常的丰盛 就是有我们一些资深的医生们 他们对艺术的喜好 他们做出来的art 而且我们有医生的子弟 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孙子 在社会上 有好成就的人也做一些art的展览 而且这次还有从芝加哥来的斯泽山医师 他是世界居民的艺术家 他这次也要拿他的画来展览 然后15号开始早上呢 我们就有一些 一些commercial的talk 就是要怎么资产管理啊 还是医院的管理的制度 要怎么改善啊 然后呢 在下午1点半开始到5点半 也有我们的那个医学讲座 医学讲座非常的丰富 有包括肾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还有黄斑病变 还有最近更新进的 就是Proton的 那个子子的 那个对癌症的治疗 这个非常的好的那个 那个topic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而且我们这次特别举行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中餐是free的 中餐free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能够早一点就来听我们的那个演讲 然后顺便享受你们的午餐 还有晚餐呢 是从6点半开始到10点半 这个4个小时的节目呢 我们节目办得非常丰富 有一些非常感人的医疗见证 还有我们请我们的慈善歌后 张亚文小姐 特别从台湾来这边来帮我们 举行一个Bund Racing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的参加 还有我们等一下 要请我们的许正雄医师呢 来做我们的 这一年我们每年都有奖学金来支助我们这些医科的学生 牙科的学生 还有其他科的学生来做奖学金 来支助他们 只要对他们台湾有这一点心 能够以后对台湾来做贡献 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们的报名 而且我们每年都有请三位 而且一名都有两千块的资助给他们 我想等一下我们就会请许正雄医师来做解说 谢谢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二百姓的欧阳餐 都是小丘货 所以较忙去讨厌 谢谢大家来 刚才都报告好了 我们总会长是总任长一名 我们这次为了募款参会 新优 这些牛田的编辑总编 大家要请议 为了这些 为了什么 就是要筹款有一些款项 可以做国际医疗议程 还是做一些帮助这个贫困的地区 那我们 当然大家讲过 讲过了 前美有超十六个分会 南加州还是支援最好 就是最 最打兵的最怕病 因为我们有说一个 南加州分会的基金会 已经十二年了 基金的成员都是我们自己人 每一年都固定至少 五百块 一千块 五千块 这斗内给这个基金会 那我们才只要的目的 这样做议程 还有第二个就是 设立奖学金 台美医学奖学金 就是我们医师会的 对不起 这个就是适于医疗团体 才能申请 不接 因为我觉得南加州 各种贫困 奖学金都很多 鼓励高中的已经很多 我们就为了培养我们台美第二代 医师会第二代 就是给他一个鼓励 自动不是学士上而已 是自动社区的服务 你要对社区的贡献 有那个做些一些服务的信号 不是 当然美国主流社团也是要有involve 所以已经十一年了 这中间就是很优秀 所以平衡委员就是我们医师里面的第二代为止 差不多70% 他们平衡 他们才晓得美国 这个怎么进去啊 才能平衡 当然我们有几个 也是我们第一代 我们第一代 当然就提供资金嘛 所以今年 你看 三个 得奖者 一个人可以得2000块 有一个从New York来的 又要给他 又要给他补制那个旅会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 远地方补制旅会 所以南加多的有一个San Diego 也是不止一点点 Viverside 那不必啦 他自己开车就来了 我就考虑他们各地方的行程 你看 第一 有一个New York他是从 他是 他是牙医师 所以有牙医师有医师都有 就是医疗团体 我们就接受这个 他的申请 名单上面有 当然我就没有中母名字啦 所以好像就是用英文名字 有一个Jeff 我们刚才发这个 一张给大家看 还是把他抱出来 把他 希望把他写上去 他们接 但父母会看到 父母都是第一代的 有一个 我认识啦 妈妈打电话本 他认我认识 诶 我的女儿拿到这个奖学金哦 他都不晓得 他很高兴 我们有设这个 鼓立第二代的医疗团 医医疗这个人员 就谢谢大家 还尽量在 因为我们时间还一个礼拜 希望 要临时 还是想来参加的 看奖学金的 刚才头发这么好 或者 金曲歌后 张亚文就再度来临 我们都欢迎 我们还是开放给这个医疗团体 或者 这个一般的 谢谢 听众 一般的 贊助 谢谢各位 还有 请大家 跟我 帮我们 记载一下 说 你们如果对这个节目有兴趣的话 能够要购票的话 请在台湾会馆 跟台湾会馆 来购票 谢谢大家 而且现在我们就交给我们的那个要半年刊的 您吴田医师来讲几句话 我们的协会是用台湾人医师协会 就表示说 我们从台湾来 母亲的名字就叫台湾 那我们医学会 除了随时 对我们台湾的爱 以外 我们为了台湾 能够 重新再参加 WHO 也是我们努力的重点之一 应该是 Health for all to include the 23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这一点 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努力 争取的 谢谢 今天我们就 conclude 我们今天的记者早餐会 有点 可以 感谢观看